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带你来解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2年10月12号 这期咱们聊一聊中国的疫情 今天咱们不聊这个数字 也不聊这个各地的疫情情况 而是看一看 最近这个关于疫情的这个舆论厂 发生了一些变化 尤其是人民日报为首的 连续三天刊文 这个我在以前的这个视频里面也介绍过 这个人民日报先是发了一篇文章 叫增强对当前疫情防控政策的信心和耐心 然后又发了一篇文章 叫动态清零可持续 而且必须持续 好像今天夜里就是凌晨 又发了一篇文章 叫躺平不可取 躺赢不可能 这个人民日报连放三件 而且一件比一件 威力更大 更加不容置疑 这个关于增强信心和耐心 然后什么动态清零可持续 而且必须坚持 这个文章咱就不看了 咱们看它半夜发的这篇文章 叫躺平不可取 躺赢不可能 它前两篇文章 还是说是现行的这个防疫政策 咱们要坚持看到了效果 应该这么走 那第三篇文章呢 就是说这是唯一的出路 其他的路都是走不通的 都是死糊涂 你看是不是每一篇文章 这个就越来越精准 前面还说 可能别的路啊 咱们不说 别的路有可能行 也可能不行 可能危害比较大 咱们要坚持 咱们这个路 这个路要增强信心 动态清零 必须要坚持 而且可以坚持 可以持续 还是就咱们目前的现行政策 讨论这个政策 第三篇文章 从标题就可以看出来 不仅我们这个路要坚持 而且别的路 都是死路一条 都是死糊涂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前两篇文章 你还可以说一说 对吧 我们就是好啊 好五倍啊 而且符合中国国情啊 你从这角度去解释啊 还能找到一些点吧 能支撑 但是第三篇文章 明明在别的国家行之有效的这个路啊 被他就无端的给否决了 就让所有人呢 你要断了念想 别想其他的 什么放松啊放开啊 都是不可能的 只有这条路走 爱走不走 不走也是这条路 所以人民日报这个叫这个目的 他的动机啊 给人感觉像是俄罗斯普京对吧 攒够了这个80枚导弹 要轰炸乌克兰 是一个道理 就是显示出一种懦弱 就是前驴即穷了 没办法了 只能这样了 不仅要强化我们现在这条路 而且把其他的路给你堵上 说明其他的路是有害的 关于这个人民日报 坦兵不可取 坦兵不可能 这个文章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不是说从反应政策这个角度触发 说咱们现行的反应制度对还是错 不是的 我们是从文章触发 人民日报这个文章 咱们从文章的层面看看 作为一个国家的喉舌 党媒 作为一个舆论的重要的基地 阵地 从文章的角度来说 它可能比一个自媒体还要差一点 这个就不合适了 咱们撇开政策不说 政策讨论 永远说不清楚 那有专家去讨论 或者是综合比较 最后得出个结论 那他这个文章怎么说的呢 2022年10月12日零点 发的 世界卫生组织10月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 已超过6.18亿例 死亡病例数超过653万例 今年以来 全球死亡病例已超过百万例 当前全球疫情仍在高位流行 病毒仍在不断变异 这深刻警示我们 躺平不可取 躺赢不可能 坚持动态清零 才能最大程度的避免疫情失控 造成巨大损失 世卫组织公布了 就是疫情到现在一共是6.18亿人确诊 死亡的是680万 那简单的说 就是1%的人死亡 确诊的里面 1%死亡率 这人民日报自己认的 自己列举的例子 但是这个1%的死亡率 它怎么算的呢 就是说 你很多有基础病的人 比如脑梗中风等等 本来呼吸道就有病 肺有病等等的 他得了这个新冠之后呢 最后死了 那么也统计为叫新冠确诊病例死亡 这个致死原因到底是不是新冠 这个不在乎 你只要这个死的人他有新冠 那么就算是新冠致死的 在这种统计下 才1%的死亡率 那么我们反过来看 上海封城期间 上海的重症率 死亡率到底多少 那个时候我们每天都报道 大概多少人死亡 多少人重症 而且死亡的全部是有基础病的 我们反过来看现在 各地基本都不报道死亡率了 也不报道什么重症率 然后他有没有基础病都不报道很少 所以我们比较一下 你就上海封城期间 你封城了 你的这个重症的死亡率 也没有比这个世卫组织公布的要好啊 这怎么解释呢 简单的说 就是你现在的防控措施 对这个奥米克戎的这个重症死亡率 什么感染率 重症率等等 没有什么变化 跟全世界是一样的 那你怎么证明 什么你这个独特的防御政策 就有效果 然后躺平不可取 躺赢不可能呢 对吧 至少从数据上 就不支持这个说法 这是第一个啊 咱们接着往下看 然后他又说了啊 衡量一种大流行疾病的危害程度 群体的视角最为重要 截至9月28日 我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完成 全程接种人数 占老年人口比例为86% 还有相当部分老年人未完成 全程接种和加强免疫接种 加上相当数量的儿童和有禁忌症 无法接种疫苗的人数 疫苗接种率尚未形成 足以抵抗重症的死亡屏障 一旦放松疫情防控 势必会在短期内造成大量人群被感染 出现大量重症死亡病例 造成医疗资源挤兑 让正常的医疗服务需求得不到解决 形成恶性循环 从实践看 正因为坚持动态清零 我们才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 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1年 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8.2岁 卫生健康事业各项指标持续优化 能够取得这一成绩 科学有力的疫情防控功不可没 实践充分证明 动态清零符合国情 符合科学 有效可行 坚持动态清零 实质就是坚持人民至善 生命至善 他这一段呢 写的更叫云丽雾里了 为什么呢 首先一个 他也承认说疫苗接种 只要这个比率达到一定地步 就可以形成一个什么屏障嘛 然后他话锋一转 他说这个我们老年人呢 接种率只有86% 还有一些儿童啊 因为各种禁忌症啊 不能接种 所以我们还没有形成这个屏障 所以我们不能放开 一放开就会出现大量的这个病例 对医疗资源造成挤兑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对吧 既然你人民日报说这个疫苗管用 对吧 要建立这个抵抗重症率和死亡的屏障 靠着就是疫苗接种率 现在老年人疫苗接种率和儿童还不够 那这问题不就来了吗 你要对症下药啊 那你应该提高老年人的这个接种率啊 对那些禁忌儿童不能打的 你要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啊 现在假设你是95% 接种率就能形成什么屏障 那现在还差9个点 那你要提高这9个点去啊 你不能为了这个9个点 你把全国人民都给封控了 这也叫什么防控啊 这不叫头疼一脚吗 你人民日报认可了这个接种率 只要提高到95% 那么就可以建立有效的重症和死亡 这个屏障 那你应该朝这个接种率去做工作啊 而不是搞层层加码似的防控啊 所以你看他自己前后不能照应 因为我们的接种率达不到95% 所以我们要推行现在的这种防疫政策 第二个啊 他又说什么 一旦翻开会造成大量的重症和死亡 造成医疗资源挤兑 让正常的医疗服务需求得不到解决 好了 咱们承认呢 你现在这种防疫政策 这个突发啊 大面积的这种阳性感染者比较少 所以对现有的这个医疗资源 没有造成挤兑 这个咱们不否认啊 就是现状是这个样子 但是呢 你这个疫情防控政策 它的次生灾害是什么呢 就是很多正常的患者 他得不到医疗啊 这个案例太多了 多少孕妇啊 在医院门口流产 多少老年人在医院门口进不去啊 死了就死在医院门口啊 多少人叫不了救护车 死在大街上呢 这种例子还少吗 那你人民日报有没有比较过 如果翻开会死多少人 现在不翻开 你这种防控措施 已经造成多少人死亡 实际上有很多人啊 这些重病患者 有基础病的人 如果你没有这个防控的话 在正常情况下 他这生病可以得到延长的 他去医院得到治疗 那么他可能还活个两年三年 当然因为你这个层层加码 这个防控啊 对吧 他连小区门都出不去啊 连自己单位门都出不去 想出去的话 要小区 社区开证明 然后医院还得接收 然后那个救护车还得去 等等吧 至少要过五关 斩六架 就这样 还有很多人 根本就到不了医院 因为这个死在人有多少 恐怕是没有办法统计的 因为这个就是一本糊涂战 他不像那个新冠肺炎死亡的 好统计 你看他得了新冠 他又死了 这就是一个 得不到及时治疗的这种死亡 你没办法统计啊 他就是死了 但是他死因是什么呢 你没有办法说 这就是我这个疫情防控导致的 他完全可以不承认啊 你这就是该死啊 新冠病发作嘛 他应该死啊 实际上你比如说突发新冠病 如果救治及时 是可以活的 但是你现在这种疫情防控之下 没有办法及时救治啊 郎欣平他妈 是不是就在急诊室外面 实际上他就是打一针的事 结果呢 就等着核酸检测的这个结果 迟迟出不来 死了 上海还有一个小提琴家 是一线炎 非常痛苦 实际上也是就去医院打一针的事 减轻他的痛苦 结果没有一个医院能够接受 结果这个人受不了这个病情的折磨 受不了疼痛啊 第二阵早上跳楼死亡 这样的例子有多少啊 那你完全可以不认呢 说这个跟疫情防控没关系啊 所以永远是一本糊涂战 这个人民日报啊 拿这个糊涂战出来做例子 没有说服力啊 还有一个啊 又是一本糊涂战呢 他说2021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 提高了78.2% 言下之意就什么意思啊 你看2021年疫情已经两年了 因为我们这个防控政策啊 所以我们全国人民这个平均寿命还提高到78.2% 首先一个啊 我们要承认这个2021年 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8.2% 但是这个和疫情防控有什么关系吗 这两个中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这个要打个问号啊 换句话说啊 你如果没有现在的这种疫情防控措施 说不定2021年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会提高到80岁 那这样的话 那你这疫情防控是起了副作用的 你怎么证明呢 本来中国人的人均寿命 它就自然在增长 你搞了这么疫情防控政策 可能会导致它增长慢了 你是起了副作用 就你人民日报 你没有办法证明啊 没看出你有什么数据 比如说啊 2019年 人均寿命增长只有一个月 2019年没有疫情啊 对吧 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疫情防控政策 但是2020年这个人均寿命啊 这一年就增长了一岁 2021年增长了两岁 你这个至少啊 还能可以绵绵牺牺的说 你看2021年 2020年是因为我们猜出了这个疫情防控政策 2019年呢 没有疫情防控政策 你看2021年增长快了 那这个跟这个疫情防控政策有关 这个绵绵牺牺还能套得上 就是说至少可以观察 这是这么个现象 人民日报连这个数据它都拿不出来 它都不愿去比较 然后它就深深说啊 你看因为我们实现了这样的疫情防控政策 所以我们的人均寿命提高到78了 不是抬杠啊 就是说如果不实现这个疫情防控政策 那可能是已经82了 我们接着看啊 它什么躺平没有出路 消极防御后果严重 据报道 日本在躺平后遭遇感染病率数急增 日本厚生劳重省前不久发布的消息称 全国病床使用率居高不下 等等吧 就日本一团乱吧 整个医疗系统崩溃 美国由于犯人新冠病毒传播 导致累计死亡病例数超过103万例 首先一个啊 这日本有没有崩溃 我也不知道 美国是不是103万例死亡 这个跟前面咱们说的是一样的 就是你到底是基础病死的 还是说是真正的新冠 让一个健康的人 正常的人一下就死了 你把这个说清楚 说不清楚 就是误导 只是日本乱不乱 我不知道 但是呢今天好像日本有个新闻吧 是日本要放开什么签证啊 就各个国家到日本去旅游的 都不用签证了 好像是这意思啊 欢迎传人见各国人到日本去旅游 这个按人民日报的说法 这日本就不是叫躺平啊 它是叫自去灭亡啊 然后又说了啊 2021年美国人均预期寿命 较前一年缩短近一岁 这是该项数据连续第二年下降 新冠疫情是首要原因 这就是还是结论呢 就是他没有给出比较 你要给出数据出来 就是新冠疫情之前 2018年2019年2020年 美国的这个人均寿命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曲线 然后呢 2020年新冠疫情一来 因为美国采取躺平的措施 所以他这个寿命下降加剧 至少你这样才勉勉强强的 能够跟那个现象的配合上 另外一个他又说了啊 据美国新闻入世界报道 目前美国有近2400万成年人 患有新冠长期后遗症 其中80亿的人在日常活动时存在困难 这个最重要了啊 因为中国人最担心的就是新冠疫情的后遗症 这个确实是的 因为缺少宣传的 大家搞不清楚啊 以为得了新冠肺炎之后啊 这人就完蛋了 就是即便救活了 也会大受影响呢 这个没错吧 但是啊 很遗憾了 2022年10月10号 伽玛杂志发表一组 包括120万新冠确诊患者 长期后遗症研究论文 就是什么意思 这个杂志啊 他对120万新冠肺炎 这个确诊患者的进行研究 得出一个结论啊 就是后遗症啊 大家可以在网上找这文章去看 他这个主要的结论是什么呢 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感染后后遗症是普遍存在的 但是这种后遗症不是新冠独有的 第二点呢 就是新冠肺炎感染后 发生长期后遗症的风险 与病情严重程度相关 就是病情越严重 发生合遗症的风险越高 他在结论什么意思呢 就是第一个啊 就是说你任何病 他都有合遗症 只要你得过了 不管他攻击的是你的肺 还是你的上呼一道 你就是治好了 你还有合遗症 但是这个合遗症啊 是所有的病都是具有这个症状 就都是这种 有合遗症的这种结果 这种合遗症啊 不一定会影响你的生活 没有什么影响 第二个呢 就是说这个长期合遗症的风险呢 与你得这个新冠肺炎的 这个严重程度有关 得的越严重 他可能就有长期的这个合遗症 那言下之意就是轻症啊 无症状啊 他就没有什么合遗症 就是有合遗症 对你也没有影响 就是你得个病毒性感冒 对吧 七八天就好了 这个对你其实也有合遗症 但是更多人不关心啊 什么合遗症啊 无所谓啊 所以人民日报啊 给人感觉啊 他也不怕这事说清楚 实际上就是拿合遗症啊 给民众造成一种恐慌心理 让大家害怕这个奥美克戎 我们接着看啊 从科学角度而言 躺平增加了新的变异毒株出现的风险 新冠病毒变异和进化存在不确定性 感染病例越多 新冠病毒变异的机会也就越多 放松防控将大幅提升病毒变异风险 而新的病毒变异毒株出现后 又可能带来新的传播风险和感染威胁 这个没有错 对吧 你得的人越多啊 传播的越快越广 因为基数大了 所以就会出现变异 这很正常 但问题是人民日报他没有说清楚 那你现在的这种防疫政策 跟这种病毒变异有什么关系呢 就你靠在中国啊 这种层层加码式这种防疫 病毒他就不变异了吗 即便你把中国防住了 中国的这个奥米克戎病毒不变异 但是世界上还有那么的国家 就中国只有14亿人了 全球还有另外60亿人 他是躺平的 那病毒在那是变异的 那我们这个疫情防控啊 到现在已经三年 全球任何一个变异毒株 中国都没有躲过啊 BA.5 BA.2.5 BA.7 是吧 最新的变异毒株 中国都已经有了 在变异毒株这块 并没有因为中国搞的这种防控政策 而跟全球其他地方不一样呢 你看全球流行的这变异毒株 中国一个不落 而且是同步的 差不了几天 中国就有了 那怎么解释呢 所以人民日报这一点说的也不对 你中国独自封闭为一个整体来防疫 除非啊 中国跟世界完全断绝 像朝鲜那样的 但是啊 即便像朝鲜那样的 朝鲜不也有新冠肺炎吗 朝鲜基本上于是隔绝了吧 那按理来说 朝鲜不应该有新冠疫情啊 怎么也传到朝鲜去了呢 所以啊 这个人民日报这一点又说错了 就是说 你靠中国自己 把中国封闭起来 然后说 来减少这个病毒变异的可能 这是不切实际的 因为毕竟还有60亿人 人家是不管的 那人家只要有变异 中国就得有啊 你即便把中国封锁起来 中国还有啊 那怎么解释呢 那你又不能要求全球 都像中国一样的进行 这种严格的防疫 又做不到 然后他接着写到啊 事实上一些国家显得坦平 采取于病毒共存的政策 不是因为不想防控疫情 而是无法防控 也没有能力防控 这些国家经过多种尝试后 找不到一种理想的控制 新冠疫情策略 干脆闲着坦平 这恰恰是由于前期未能及时有效控制疫情 已经失去了动态清零的机会 一旦感染和死亡人数大幅上升 往往又会收索收紧防控政策 他后面又举例子了啊 说法国又要求人家戴口罩了 什么德国啊 又呼吁人民打疫苗等等 这一条啊 写的是最虐心的叫诛心呢 他说不是国外这些国家 不想采取咱们这个先进的疫情防控措施 而是他们采取不了 他们学不来 这什么意思啊 你这无非想证明中国人好管嘛 对吧 中国人一个二维码就管住了 就靠一个码就把你管住了 而且还层层加码 对吧 想把你变成红的就是红的 想把你变成绿的就是绿的 想把你变成黄的就黄的 七种颜色都不够用了 那不就想证明这个吗 外国人管不住啊 你给他付个什么码 外国人他不认呢 你让外国人他戴口罩他不戴啊 对吧 你再逼他戴他拿枪干你 无非想证明这个 但是我想人民日报也不要忘了 朝鲜呢 人更好管 朝鲜我觉得比中国人好管吧 人家那是世纪社会啊 是他也不能吗 是他不想吗 朝鲜人家已经宣布 已经这个新冠肺炎结束了 不用管了 有病治病感冒发烧你就开药去 那这个怎么解释呢 就人民日报应该把这个也解释一下 那可能他就说这个朝鲜太穷了 或者朝鲜科技太落后 没有大数据啊 他朝鲜就没有智能机 也没有二维码 所以他实现不了 总之啊 你中国要么跟朝鲜比 要么跟印度比 要么跟美国比 怎么解释这个事情 但你要说美国人想学中国这一套啊 他学不了 咱们也能理解 因为美国人你要把他管住 让他在家呆着不能动 三个月美国人做不到 咱们能理解 但是朝鲜呢 朝鲜就让朝鲜人在家呆一年都没问题 那为什么朝鲜做不到呢 所以我是理解不了啊 没办法解释啊 人民日报应该把这解释清楚啊 然后他最后说啊 当前国内外疫情防控 具有复杂性 艰巨性 仿佛性 以时不我待的精神 抓时抓细 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进一步磨码责任 单单之勇科学防控之志统筹坚固之谋 组织实施智能 不断提高科学精准防控水平 我们一定能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 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人民日报最后一段就完全把结论颠倒了 到个个了啊 疫情防控三年了 你要说精准防控 大家现在看到了 反而是越来越不精准了 怎么精准呢 咱们那个经常观察对吧 各地的疫情防控 各个地方的疫情情况 号称大数据 实际上呢 哪有什么大数据 一都是一刀切 口号喊的叫精准 实际上最后啊 落实到基层就只有一刀切 什么精准 精准就有风险 精准也有可能导致 疫情防控啊 没有办法动态清零 没有办法动态清零 那我就要担责任 那我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刀切 所以人民日报追求的精准 只是一个口号 没有办法落实 然后说最大限度减少疫情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这就是一句口号 很空啊 非常空洞 昨天咱们节目介绍了 整个九摘沟啊 十一七天 一共只有211个游客 其中十一当天 只有一个游客 这叫最大限度减少疫情 对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影响 这不就是打脸吗 首先啊 咱们市民啊 这个不是说 中国的疫情防控政策 有什么问题 咱们这个视频啊 仅仅讨论人民日报这篇文章 就是咱们从写文章的角度 对吧 你得有理有据啊 你想说明一个问题 把这事情说清楚 那你得罗列证据出来 有数据 有口号 有目标 对吧 有措施 这才是一篇好文章呢 这才能统一中国人的思想呢 对吧 你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千疮百孔啊 这水平跟自媒体差不多啊 自媒体他也不拿工资 对吧 我自己想怎么说怎么说 你好歹是国家养着的 是人民 纳税人付钱 养着你的 你是拿工资的 你不能学自媒体啊 人民日报曾经啊 宣传过母厂万金 但是你看 他即便宣传母厂万金 他好像也罗列了很多数据啊 至少从那个文章本身来说 他你挑不出太多毛病呢 从这点来说啊 这个人民日报 这个水平是越来越低 一代不如一代 给人感觉是结论先行 然后呢 再罗列一些什么 似是而非的这些证据 自己也不加以这个修饰 或者加以这个考证 那人民日报没必要写这么的文章呢 你直接写个口号就完了 对吧 你直接就写个标题 叫躺平不可取 躺平不可能就完了 然后就宣传 循环播放 对吧 新闻联播或者央视 你就每天24小时滚动播放就完了嘛 就像广告一样 其实效果更好啊 就怕你写这种似是而非的文章 想把理写明白 但是给人感觉又是强词夺理 叫弄巧成拙啊 人民日报啊 也该整顿整顿 写出这样的文章啊 这个人民群众不答应 另外一个啊 就是一般的人民日报 像这种喉舌 连放三箭 连开三炮啊 这是有原因的 就是说一般的啊 你看中央政治局 或者党的最高机构啊 在开会讨论这个疫情防控啊 得了结论 咱们要继续怎么样怎么样 那么这个人民日报作为配合宣传 它连放几箭 连放几炮 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最近好像 党中央也没有开会讨论疫情啊 这个党中央是在讨论什么 七中全会是不是 总之跟疫情没关系 这个时候人民日报突然跳出来 连放三箭 你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给人感觉啊 是不是中央有一拨人 在玩命的拖着经济 防止经济大盘啊 下滑 稳经济大盘 已经很吃力了 九零二虎之力都使出来了 洪荒之力 想把经济大盘稳住 那给人感觉 是不是还有一拨人 不希望稳住啊 所以跳出来 给你捣个乱 让经济大盘滑下去 因为疫情防控政策 对经济的影响 这四个人都能看出来 这个时候又在疫情防控上念紧箍咒 其实很多地方政府啊 很多人也是在疫情防控上做文章 就不希望对经济有太大影响 毕竟还要发工资啊 毕竟要吃饭啊 结果这个时候人民日报出来又念紧箍咒 给人感觉是无事生非嘛 因为党中央并没有开会讨论这个事啊 所以呢感觉 他们是希望经济大盘 稳不住才好 经济加速下滑 所以这些人到底是爱国呢 是维护党的政策呢 还是高级黑呢 这就不好说了 人者见人智者见智 给我感觉啊 这个人民日报的这个所作所为 它的效果 就像俄罗斯的这个梅德维基夫 对普京一样 那普京本来想休息休息 想缓活一下 梅德维基夫要唱高调 把普京往死里弄 不就是一个道理啊 好这期节目啊 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